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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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看下一節 我們要談反函數 這當然也是你們在高中已經學過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只是還在複習 那反函數其實簡單的說 我先畫一個上一次我們看到的函數圖形 左邊是定義域 右邊是對應域 反函數這個關係 假設不是說我們在算實數上 而是用一個更一般的觀念來講 反函數最重要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你從哪裡來你就回哪裡去 你從這邊過來 意思就是你把它畫回去 所以如果你從這邊過來叫做f 你這回去你把它寫成g的話 就是有個對應關係 因為我們上次用一根直線寫這個對應關係 那函數因為定義在這邊 所以你有一個箭頭 本來這個箭頭是往這個方向 那現在只是把它反過來 反正你從這邊過來 你就把這一點印回去 那當然不是所有函數都有反函數 按照這個寫法 但是目前我們先不管 也就是說反函數應該要有下面的性質 那這個是嚴格的反函數 寫起來應該要有這個性質 因為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看下面這個 fx就是你從這個x送到這裡來 然後你現在經過這個東西把它印回去 所以它應該回到x這樣子 這兩樣式寫的都是你過去再回來 應該一樣 但這個四子期裡面最 你會覺得比較不舒服的是 為什麼都是x 在學反函數其實就是這一點比較討厭 因為當你習慣這邊是x這邊是y的時候 你會想把這邊寫成y 但其實不是這樣 等一下我舉一些例子以後 你再回來想這個問題 然後你再去想 如果你硬是要把這個寫成y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是不行的 就是你要記得 當你寫一個函數的時候 當我要寫成這樣的時候 其實它裡面是有個約定的 這個約定是這樣 我從這邊寫過來的時候 我把字變數這邊叫x 但是當我從這邊印過來的時候 其實我是把這邊的字變數叫x 所以我下面才會寫這個x 我覺得這件事好像也還好 寫成y好像也沒什麼不行 不行的是另外一件事 好吧 好吧 停在一個非常不好的地方 因為這個比較抽象 應該要開始舉例子才對 那反函數這個概念 在某些情況其實是非常顯然 一定是這樣子 譬如說第一個例子 譬如說第一個例子 譬如說單位換算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就是你甚至不會用反函數來描述 你根本就覺得那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不同的名字 那很好 其實就是這樣 譬如說y等於100x 這是數學上的一個式子 但是如果你是在 譬如說你x是公尺 然後它換算成公分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到這個公次 你把公尺的數字把它乘上100 你就得到公分數 從小做到到 然後呢 你在小學的時候 當然就知道一個非常明顯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從公分 你可以從公分換成公尺 你也可以從公尺換成公分 就是你從這邊變過去 但是從公尺 從公 我想想看 這是從公尺換成公分 現在假設你要從公分換成公尺的話 你的函數其實要變成這樣子 你注意到我用一樣的 就是說我都用x當作變數 就是這個函數 y等於100x是從公尺變成公分 然後x除以100是從公分變成公尺 這樣子 那在這裡頭真正 就是你描述一個東西的長度的時候 那個東西根本沒變 變的是你描述它的時候 你所用的單位 只是這樣子 所以它當然滿足這個式子 因為你從公尺變成公分 再把公分變回公尺 當然得到的答案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公分 公尺公分因為是你很熟的單位 我們有很多的單位是用實境位 我所謂實境位是說 110 1000這種變化 當然有些單位變換是比較奇怪的 譬如說平方公尺跟平 就是你在描述家裡有多大的時候 你用平還是平方公尺 你在台灣你完全不覺得這有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用平 我第一次去美 就是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的同學很想瞭解台灣的情況 大家都對別的國家很有興趣 他就直接問我說 你們家大概是幾平方公尺 我馬上就認住 因為我實在那時候不曉得 要怎麼樣去講這個平方公尺 因為我從來 在我講我家多大的時候 從來沒有用過平方公尺 所以我把它寫在這邊 萬一以後你們出國可以用一下 這是y等於3.3乘以x 那問題是誰是誰這樣子 就是x是平數 所以一平大概是 誒 對嗎 我有搞錯了嗎 對 平數換算成平方公尺 好 所以一平大概是3.3平方公尺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 那你從平方公尺換算成平的話 那當然就是y等於3.3 除以x 當然就是這樣 你只要記中間一個方向就好 好 那這是反彈數非常顯然的例子 那講反彈數在講這個單位換算最好的例子 其實不是這個 而是攝氏跟華氏的換算 就是溫度的換算 我不曉得華氏這個Ferrenheim是誰 但他非常好 因為他把冰點定成不是零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稍微複雜一點的單位換算 比較特別的例子 所以我們有一個換算是寫成這樣 在寫在哪邊 在上這邊 加上32 這是從什麼換成什麼 這個是從攝氏換成華氏對不對 我直接寫度C 這個 好 那反過來呢 反過來就是反運算 這是怎樣從華氏換成攝氏 那當然就是T減掉32乘以9分之5 好 那這是從F 在單位換算裡面比較少見的 因為常常單位換算都是從零為基點 即使是像這種平跟平方公尺 也是就是簡單的乘除 但這比較複雜 因為他基準點不一樣 所以這個你倒是可以好好檢查一下 它滿不滿足左邊那個式子 那他一定要對 這不可能不對的 因為他描述是同樣的天氣 只是用不同的測量方式 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你可以把這個式子帶進去 然後你算一算得到T 或者把這個式子帶進去 然後你算一算也會得到T 一樣 得到一樣的東西 好 這是一種 這是一系列的 就是單位換算的例子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個常見的 關於這個相反 就反過來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經常講的 比如說加跟減 加減是互為反運算 那你也可以用反函數的方式來講 譬如說y等於 你把x加上100 加上100 那你加了100 反運算就把它減掉100 所以y等於x減100 然後這兩個呢 還是我不要寫y好了 我直接寫fxgx 那這兩個函數就互為反函數 因為你加上100就減掉100 當然又回來了嘛 這是你小學都在學到三四年底 就知道這件事了 或者更早這樣 那這是加減 另外一個是乘除 fx等於譬如說32x gx等於32分之x 其實我們剛剛的單位換算 全部都是這一類的例子 你乘上多少 它的反運算就是除 所以你把它除下來 所以乘除呢 也是這樣子的例子 所以你在做運算的時候呢 中間有個反過來的過程 所以呢 我們留一個問題在這裡 有一個問題 平方 平方有沒有反運算 那想說這有什麼好問的 當然有嘛 因為你從國中開始 就非常清楚這件事情 當然是有 我是故意寫的 因為等一下我要把這個問題呢 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再來回來看一下這件事 了解反函數 中間有一個基本的問題是 反函數的圖形跟本來函數的圖形 中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先講一個性質 這個意思是說我現在給你兩個函數 y等於fx它的函數圖形我寫成γf 這是圖形 因為我懶得寫很多字 不然我也可以寫f的圖形 那我現在要說γf 若fx跟gx互為反函數 則 好 好 它的函數圖形會對y等於x對稱 你如果稍微想一下剛剛舉的例子 如果你很快想一下 你會知道是對的 不過不管怎樣 我們等一下還是會看到 OK 好 為什麼這是對的 幸好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對y等於x對稱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工具在手裡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講這兩個東西對稱 這跟我們剛剛講一個平面圖形的對稱略有不同 這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剛剛在談一個圖形自己對y等於x對稱 那是同一個圖形 但是這邊講的是兩個圖形對y等於x對稱 那幸好我們剛剛在講習體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過第一個例子 我們在習體裡面不是說 如果你有一根直線 你現在對y等於x對稱得到另外一根直線 然後你就探討中間那個直線的係數的關係嗎 那我們基本上是類似剛剛那個情況 所以你其實是要說下面這件事情 ab就是如果有一個點 它落在f這個函數的函數圖形上的話 你希望說明ba它會落在g的函數圖形上 假設我真的能夠說明這件事情的話 那就證明了這件事 但其實我應該嚴格的講 我應該說從這邊推過來 跟從這邊推過去都對 都可以 你在f上抓一點 你把它的座標反過來 它就會在g上面 你在g上面抓一點 你把它的座標反過來 它就會落在f的函數圖形上面 你要說的是這件事 好啦 那我們把中間的部分把它補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ab落在gammaf上 是什麼意思 就是b 就是a的函數值嘛 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 好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帶gb 因為我現在把它帶入這個函數g 它就會等於gfa 這當然很對 因為你是把同一個點帶入一個函數 這個式子當然對 現在重點是後面這個式子 gfa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講它是反函數 彼此互為反函數 所以a印過去以後再經過g 從來印回來 所以你就知道a 就是a會等於gb 就是你如果 就稍微隔開寫 它其實寫的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式子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a等於gb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話 所以我們就得到b的g 透過g的函數值是a 因此b得到a 所以它就落在這個上頭 就這樣 所以其實很簡單 反過來也是對的 反過來就是你要另外寫 就是如果你有個點在gamma g上 那你就會得到a要等於gb 然後你再透過同時用一個f去印射 然後利用剛剛的這個條件 你就會得到類似的結果 那部分我就不寫了 就是從下面上去也是對的 所以你注意到這個證明跟剛剛寫的性質2.1的證明 有點像 但是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畢竟他們要證明的目標不同 但是這個地方它都一樣 這個是定義 是圖形的定義 最後的這一段 從這裡到這裡這個折也是圖形的定義 所以唯一的這個折 你從哪邊來 那這個折是來自於你本來的假設 這個假設是因為g跟f互為反函數 所以你得到這個結果 這樣子 好啦 所以這算是很短的一個證明 但是從這個式子 加上我們對y等於x 就是這個對稱ab跟ba中間之坐標互換 其實我們很快就得到一個找反函數的方法 就是說我給你一個函數 我現在問它的反函數是什麼 就簡單的講 舉個例子 y等於y等於3x 其實它的反函數是什麼 那我們剛剛已經做了 因為這個你想乘 它就是乘跟除 所以你當然知道是除以3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好 我怎麼去看 這方法是什麼 就是你把x跟y對調 就好像我們剛剛在做那個習題的時候 我把xy對調 這件事情是你們要回去想的 這一想通其實就沒事 想不通之前你會覺得有點怪 但是這個對調裡面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這兩個圖形如果它對y等於x對稱 它的xy坐標要反過來 其實這邊寫的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看一下 從這個地方就是y等於3分之x 所以它跟這兩個剛好互為反反數 你把它帶進去就知道它是對的 好啦 那有了這個方法 很多反反數你就可以做了 xy對調 然後這個式子 所以y就等於x的3分之1次方 非常好 x的3次方 另外x是開3次方 顯然是對的 顯然是對的 指數函數 y等於2x xy對調 這是我們熟悉的指數跟對數 是反函數的意思 指數 然後它反函數就是取它的對數 所以現在回到這個問題來了 所以平方有沒有反運算 如果現在把它解釋成反函數的話 平方y等於x平方 那依照我們剛剛完全一樣的做法 你就得到下面這個事情 x等於y平方 所以呢 就得到 這什麼東西呢 這得到這個四則對不對 你心裡面想的那個答案是有出現的 因為平方的反運算當然就是開根號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它冒出一個負號在這裡 好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接下來要談的事情 這個還沒結束 這個不要把它當做 因為這個事情還需要討論 小心一點 我先打個問號 這個問號不是說這個答案不對 這個問號只是說 在我們現在這個討論的情境裡面 我們要稍微去分析一下這個狀況 OK 這跟這邊不一樣 這邊的問題是沒有問題 但那個地方怪怪的 OK 所以這個大概是在15頁 在15頁的位置 如果我們把這個y等於x平方 現在碰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是很大 但是還滿基本的 這是y等於x平方 那依照我們剛剛的理解 就是我剛剛插掉那個性子 一個函數 它的圖形應該跟它的反函數 圖形是對y等於x對稱 好 這是它對稱的圖形 當然第一個最明顯的結果就是 這不是函數 這不是函數 所以y等於x平方它的反運算是什麼 如果你把它解釋成 我要找x平方的反運算 然後找它的反函數 就這件事情的話 你現在把它倒過來 發現根本不是函數 根本不是函數 好 那怎麼辦 因為我一點都不想放棄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圖形的反運算 是開根號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從國中開始就是這樣學了 這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 我絕對不會因為它的圖形 我現在畫成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以前學那個是不對的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有一些很根本的東西 當然一定要是對的 現在只是說我們現在碰到這件事情 我要怎麼樣去解釋這件事 所以這個解釋是這樣 你記得我們剛剛把它寫成y等於正負根號x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 這是隱函數 所以它其實是拆成兩條函數 拆成我上面這個白色的 跟下面這條我維持是黃色的好了 所以其實它是兩個函數 從隱函數的觀點 它可以拆成兩個函數 然後這個白色的部分 你當你做對y等於x對稱的時候 它其實是這一條 其實這樣 所以如果你現在完全不看黃色的這一條 只看白色的這條函數圖形的話 它現在講的是這個函數 它的反函數是這個 那當你這樣講的時候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那條白色 就右邊那條白色的確是函數 所以就你要一定都是函數的觀點 這樣寫是對的 所以這樣寫下來其實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有fx等於x平方 但是x大於等於0 就是你現在限制它的定義 你現在只考慮白色的這一段的話 那的確我有它的反函數 fx就是你平常要的開根號這樣子 然後你仔細想想看你平常生活中 我不是講你在做數學題目 你生活中如果真的用到平方的運算 其實多半都來自於正數 你很少拿個負數來做平方 事實上這個負1的平方等於1 在國中鬧了你一陣子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就我們最粗淺的理解裡面 你當你取一個正數它的平方 然後開根號 這當然是它的反運算 那這就是我剛剛講你要保留的部分 因為這是鐵定是對的 你絕對不會因為說你現在 因為學了一個新的反函數 你就開始在那邊懷疑這件事情 好 那另外這一段 這段比較沒有人要的 因為平常你比較少看到 其實你也可以因為這樣子 你可以得到黃色的這一段 它其實也有一個很好的反函數在這裡 雖然這個很少用到 我把它寫下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如果你把這邊寫成fx等於x平方 但是x是小於等於0 好 注意到1的函數圖形是白色的這個 2的函數圖形是黃色的這個 其實我剛剛應該寫白色才對 是這個 那這樣子的話它的反函數就是gx 好 請問這邊要怎麼寫 那當然就是你剛剛已經解出來這個 負的根號x 這兩個互為反函數 下面這兩個 這兩個比較少見 比較少用到 所以這個只是我們求全 因為你已經眼睛明明看到 這個黃色跟這個黃色 彼此是對y的x對稱 它們也都是函數的圖形 所以我就把它寫清楚就是這樣 然後呢 這是一個 好了 不能說挑戰 但是可能會讓你有一點迷糊的是 你要不要帶帶看 fgx跟gfx 帶你去會不會滿足這個式子 好 第一個一定對 因為第一個就是你已經熟得不要再熟的東西 我現在講的是第二個 你可以試試看 不當然是對的 但是你會回憶起一些事情 好 那這個事情其實很清楚的告訴你 即使是我們熟悉的函數 其實裡面有很多 其實沒有反函數 一個函數有反函數 其實還滿特別的 所以我現在要稍微回到最開頭的狀況 來討論一下到底怎麼樣的函數有反函數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問題是 我剛剛舉的這個例子呢 其實也告訴我們通常處理 如果一個函數沒有反函數的時候 你通常要用什麼樣的手段來處理 那這個手段是這樣 就是 你就是 當你沒有反函數的時候 像這個情況 那你就是分段處理 把它分段開來 那你還是可以局部上取到反函數 利用譬如說隱函數的方法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這個例子以後呢 促使我們要去想的兩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來處理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回來想一下 什麼樣的函數有反函數 好 就是嚴格的講 所以讓我們回到這個圖 我們回到這個圖 好 我們回到這個圖來想一想 想想看 第一個當然是你記得 本來函數是這個方向 然後反函數就是把箭頭導過來 這就是反函數 當然這個反函數是帶著耳朵的 就是你只是心裡面有個概念說 反函數是要把它導回來 只是這樣而已 那我們現在稍微嚴格一點來想 我們以前不是講過 函數有兩個基本的條件嗎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第一個條件是說 在我的定義裡面的所有點 都要對應到函數值 對不對 這是你第一個條件 所以當你的函數如果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空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當你在寫反函數 你把它反過來的時候 這些點根本什麼都沒對到 因為人家一開頭就不要你 你一開頭就沒有被人家對到 所以你要反過去 你根本要反到哪裡去啊 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只要是出現像這樣的函數 嚴格來講 這樣回去好像就沒有反函數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 如果你希望 我剛剛講這個 從這邊回去這個箭頭導過來 這個要是函數的話 它的先決條件第一個是 所有的上面的點全部都要被對應到 這是第一個條件 這有時候叫印成 這算補充的 我也不會特別怎麼樣 但是你們聽聽就好 印成的意思就是對 假設這叫A 這叫B 在B中任何點 我寫點都會都被對應到 這是第一件事情 因為你如果這邊的每一個點都被對應到 才能確保我把箭頭反過來的時候 我這邊的每一個點呢 至少我還可以講說我對應到什麼東西去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我先來想想第二個條件 我們在講函數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我說比較重要的條件 那條件是什麼 就是不能夠E對多 函數不能E對多 所以呢 只要出現這種情況 只要出現多對一 從原來的 原來從A到B 只要出現多對一的情況 當你把箭頭倒過來的時候 這個這一點就不曉得要對到誰去了 你要對到他還是要對到他呢 依照反函數你嚴格來講 你希望這個過來 然後再回去 要回到原來嗎 但是這兩個都對到他 他到底要回到哪裡去 這樣是不行的 因此我們如果希望 原來這個函數送過來這個F 有反函數的話 他的第二個條件 就是不能夠出現這種情況 這我們稱為E對E 也就是不能多對E 這樣子 這原來的Fx 這樣子 注意到E跟2都是針對 你原來那個F的條件 就是我從這邊過來這叫F 這個過來叫做F 我現在想要知道F這個函數有沒有反函數 我現在先嚴格的要求 根據函數的基本定義 它要滿足那兩個條件 這兩個條件會導致我在F上面 給出兩個限制條件 只有這兩個條件從時滿足的話 你才能說你從B到A 整個回來是一個好好的函數 這樣 所以我們通常在這個地方就會寫成 如果一個Fx 它是硬乘且E對E 則Fx有反函數 那你注意到我沒有在講E上 特別講這個事情 我只談了E對E 在席題裡面 就是我在席題裡面有談到E對E這個條件 那為什麼我這麼不公平呢 為什麼我一點都不要硬沉呢 一方面我當然是因為不希望增加你們概念上的負擔 另外一個原因是這樣 你記得我上次在談函數的兩個條件的時候 我有談過一件事 比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是函數不能夠E對多 至於那個定義域 你所有定義域裡面的點 你都要有對應到東西 其實你處理的方式很簡單 你就是把它丟掉 你就把定義域排除 那些點都拿掉就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剛剛前面舉的例子裡面 我們現在回憶一下 我舉了一個例子是y等於3的x 還有一個例子是y等於x的三次方 這兩個函數你都可以證明 它們都是從時數到時數 而且它都是硬沉而且1對1 因此你把那個x把它倒過來寫 它馬上就得到一個函數 這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這個是硬沉而且1對1 但是我們剛剛寫了一個非常 你很熟悉的例子 y等於2的x次方指數 它的反而數當然是對數 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你仔細看一看 它真的有滿足 你剛剛講的嗎 如果你想成是從時數到時數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這樣寫 單變數函數時數到時數 y等於2的x次方從時數 但是沒有任何問題啊 但是如果你堅持這樣 如果你堅持的話 你注意到y等 log2s它沒有辦法反過來 它沒有辦法反過來對不對 那原因是這樣 因為這個硬沉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不滿足 因為當你做指數函數的對應的時候 這個時數對應過去啊 其實不是所有的時數 而是 我寫這個符號好了 它其實是正數 因為指數函數對過去一定是正數 所以它其實不是印成 譬如說 這邊的0-1-2就沒有被對應到了 以至於當你要倒過來寫的時候 這邊的0-1-2其實印不過去 那對你來講這沒有什麼 因為對數本來就沒有什麼0-1-2嘛 你本來就不要了 那這就是我剛剛的意思 印成這個條件 雖然如果你用嚴格的函數的規則去想 它當然是要的 但是如果你允許我說 它其實比較不重要 那印成是的確比較不重要 因為在這裡熟悉的例子 你就已經看到 你印過來 好 不是全部 那又怎麼樣 那就把這部分拿掉就是了嘛 因此呢 如果你嚴格的寫 你就把它寫成這樣 那這樣寫就會非常清楚了 我是從實數印到正實數 它的反韓數是從正實數印到實數 這樣 我稍微修改一下它的定義 那就結束了這樣 好 那比較麻煩的 或是說比較關鍵的 其實是這個1對1 是這個1對1 那y等於x平方它不是1對1 因為它是多對1 它是譬如說1跟-1都會對應到1 這是y等於1 這個是1 這是-1 1跟-1都會對應到y等於1 所以至於呢 它這個地方如果是1的話 這對過來 它就會對應到兩個點 那你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用比較麻煩的時候 用麻煩的手段去定義 什麼叫做它的反韓數 而不是像這邊說 你只要把那個定義稍微規範重新換一換 這樣就好了 沒有那麼簡單 通常這個會比較麻煩 好 那我在這邊的習題15頁跟這些習題 大概就是談什麼是1對1 然後請你判斷一下哪些函數是1對1 哪些不是 那從3.1到3.4都是處理1對1 OK 那這我就不特別講 重點結論就有一個 就是只要知道函數是1對1 假設是這樣的話 只要知道函數是1對1 你基本上就可以說它有反函數 這個習題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講這句話的時候是假設應成那件事情 我已經經過我剛剛講那種處理了 譬如說我剛剛講y等於2x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1對1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遞增的函數 那個圖形是這樣子 所以每一個點都只對到一個 沒有多對1的情況發生 所以在這個情況呢 你會很容易的找出它的反函數 那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個 它的這邊就是把對應於 或者反函數的直於 反函數的定義於這邊 你稍微做一點限制調整 這樣就結束了 OK 所以只要一個函數是1對1 你處理起來很容易 麻煩的事不是1對1 那我們現在來看下面的例子 今天可能只能講一點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中的例子 好 我們來反三角函數 這個你們在高中 現在的高中 以前是沒有 現在的高中課本應該是有一些 但是他沒有講到更多 我們後面要講到的習題 如果要講一個函數 不是多對1的話 或者說一個函數 應該是說 如果要談多對1這個函數的話 最好的例子其實就是三角函數 比如說y等於sinx 這個核子是多對1 這個無窮多個對1 因為它是周期函數 對不對 y等於sinx 同樣的0 或者說π的倍數 全部都對應到0 這樣子 所以呢 如果依照我們剛剛的寫法 sinx是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求它的反函數 如果你想要求它的反函數 根本就是胡扯 簡單的講 這樣子 我現在在畫什麼 這是y等於sinx 這個是什麼 這是x等於siny 這是我剛剛講 這就是對y等於x對稱的結果 所以如果這個函數要有反函數 它的反函數的漲法應該是這樣 但是明明就不是一個函數 我們剛剛那個y等於x平方 要處理起來它只有一段 這看起來實在太多段了 很麻煩 那這是我講 當你不是1對1的時候 這個函數當然不是1對1 當你不是1對1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點約定的手段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反三角函數還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約定這件事情 你在理解反三角函數最重要的事情 是你要記得 反三角函數談的是角度 因為正旋函數 我們在講sinx的時候 這個x是一個角度 這是你在學三角函數裡面 最基本的一個事情 我有一個角度 setup 然後你在談這個x 你談正旋是指這個除以它 所以x本身是一個角度 所以呢 你現在這個函數是從角度 印到某一個值 那你現在在反三角函數 其實你這邊相當於問說 我給你一個值 請問是什麼角度印到它 透過正旋印到它 因此反三角函數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它所對應的東西是角度 那只要知道這件事情 你心裡面就會比較清楚 我要怎麼樣去找這個 我要怎麼去定義這個反三角函數 那首先從小學開始 我們學角度 角度都是在 但是小學是寫90度 2分之π 所以這個角度 對我們來講 是最熟悉最熟悉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保留這一段 別的我不管 但是至少你這一段一定要保留 這樣子 那這一段在哪裡呢 從圖上來看 我們看一下這一點是什麼 這一點就是1 2分之π 因為這一點是2分之π1 所以對應過來是這一點 所以這一段 這一段 就是我現在把它導過來以後 我現在不是取了 假裝取一下函數值嗎 那這些可能的值 這整個y軸其實就是角度的意思 我現在給你譬如說正旋值是1 然後你現在問說 有什麼樣的角度會對應到它 你一畫上去就有這麼多點了 這一點都對 這一點全部都對 這是2分之π 這2分之π加2π 這2分之π-2π 譬如說這樣子 對不對 好 但是我現在既然知道說 我要取的是角度 所以我知道這一段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一段剛好就是說 從0到1的正旋值裡面 我反過去以後 剛好是正常角度的位置 就是0到2分之π的位置 所以從我的觀點 好不好 好 這段一定要有 因為這段的角剛好是我們日常用到的角 然後接下來就看 因為我們再過來的角的擴張 小學的時候還學到譬如說到180度 然後到了高中之後開始學廣義角 你允許所有的角度 負的都出現了 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現在已經要這一段了 白色這一段 現在再過來 我希望你連著白色這一段 因為我不希望亂跳 那你到底可以怎麼做 所以一個做法是 我再繼續往上這樣走 但是你只要從這個地方 稍稍微往上移動 它就不是函數對不對 你就違反函數圖形的定義了 所以這邊其實沒折 這邊已經到了盡頭了 到這邊 但是反過來這邊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走 所以你可以讓它繼續過來到這 那這個地方剛好是正旋值是負的的時候 所對應到的角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點是-1-2分子π 所以我們對反三角函數 至少反正旋 我們的定義是這樣 我們就只允許這一段 好 我們只允許這一段 因為這一段就是我用最合理的 嘗試上的角度 再加上我盡量把它擴張出來 讓它允許到最好的地步 但是你只要要記得這是一個約定 我只是在解釋說 我們為什麼通常要約定這一段 萬一你今天不高興 你想把它這段扯到這裡來 其實我也沒辦法這樣子 我只能說你考試的時候 拜託你用這一段 只是這樣而已 好不好 那當然其實你很快就會發現 這一段比較好用 因為其他部分都太人工 會很難用 所以如果我們要把它寫出來 我現在把它寫一下 所以我們通常是寫成 這個-1這個符號 這個不是導數的意思 千萬小心 這不是導數 就這個符號不是sinx分之1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指的是sin的反函數 因為這個-1有反過來的意思 那當然有些人覺得這個符號不是很好 所以有些人喜歡用 用arcsin的意思 那這arc其實指的是弧度 指的就是說是角度 我要求這個sinx的角度 其實是這個意思這樣子 所以你也看到一些書 可能會用這個符號 或是你簡寫 寫成Asin 某些數學軟體 有時候會這樣寫 但是不管這是同一個意思這樣子 然後它的定義範圍 就是從-1到1 到-2分子pi 那顯然這樣就是我學乖了 就是我盡量把我的定義域 跟我的對應域呢 把它寫得剛剛好 這樣我以後就不會迷惑 它到底是哪裡 對應到哪裡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1到1 對應到-2分子pi到2分子pi 在這個範圍之內 那當然如果你這邊要寫實數 是ok的 就是說你這邊如果要寫真實數 是無所謂的 因為我們已經講過 反正你對應到那邊當然是實數 ok 那我現在故意這樣寫 只是用很清楚的 它是哪裡 哪一個範圍 對應到哪一個範圍 我把它寫出來 讓你看一下 好 這是第一個 那一樣的精神 我們現在來看y等於cosx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希望討論一下cos的反三角函數 rcos 好 函數圖形 y等於cosx 所以它的反函數 應該是說它對y等於x對稱的圖形 這樣子 一樣 也是一個必須要特別處理的 那我們剛剛已經有經驗了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知道要怎麼做 第一個 正長角在哪裡 這個是 這個是 0 1 0 這一點 這一點是0 2分之pi 在正的余旋值裡面 你至少知道這一段 因為這一段剛好取在正長的角裡面 從0到2分之pi 取了這一段 取了這一段之後呢 然後你如果像剛剛一樣 要往負的地方發展 發現不行 這個地方不行 但是這邊還有很多地方 而且它剛好是負的余旋值 所以取到這一段 因此呢 你看這就是我們的約定 這是從-1到1 0到1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反余旋這個函數的約定 然後光是這兩個函數 其實就有一個很有趣的等式 就這個等式 你們不要看到很多事情都覺得很恐怖 但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現在只知道說 這是反正旋 反余旋 加起來是2分之pi 這是什麼奇怪的關係 但其實這個關係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你們在 至少在國中就知道的事情 這事是什麼 我給你一個直角三角形 假設這個是oxine x 假設這個是反正旋 那它意思是什麼 它意思就是說 就好比這個 這三角形其實是這樣 就這段是x 這段是1 你不見得要寫x1 你也可以寫這是2x 然後這是2 其實也可以 我現在只是為了方便 因為這是最方便的 因為正旋值是一個相似三角形的性值 所以你當然把它放大縮小 我是無所謂 我這樣寫 但是 因為是x除以1 所以它其實是這個角的余旋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rcosx 這樣子 就是這個角它的余旋其實就是x除以1 所以你看這個式子 講的就是你國中就知道的事情 就知道三角形另外兩個角是互語 這個角在這個角是2分子pi 這樣子 所以這個等式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這樣子 但這裡面其實有一件事 好 這件事情在你們的習體裡面 當x小於0的時候 它到底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畫這個角是正常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的正旋值是正的 現在問題是如果它是負的 請問這個式子還對嗎 那你注意到這個圖形 負的部分 rcos剛好在2分子pi到pi的部分 sin的負的部分 剛好才從0到負2分子pi 所以它的位置好像剛剛好是對的 它允許它加起來剛好是有一個小小的負數 然後加上一個稍微大的正數 那好啦答案是這是對的 反正你先知道它是對的 然後我會請你回去 稍微想一下 為什麼在x小於0的時候它也是對的 那這也不是什麼很難的問題 但是你要知道 這裡面反正你就是要開始牽涉到 你對三角函數本來的那些理解 拿出來想一下 不是那些很複雜的公式 而是三角函數基本的定義 你要拿出來想一下 那你才能夠好好的把這些東西都回答 那你才能夠好好的把這些東西都回答 其實應該看17頁喔 其實應該看17頁喔 就是我們大概上次談到 rcsin跟rccos的加起來以後 等於2分子pi 然後下面有好幾個習題 不過它基本上是要研究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說三角函數本身不應該有反函數 所以我們取的反三角函數呢 是做了一個很特別的處理 因此你可以去問下面這件事情 就是說照道理如果你是真正的反函數的話 這邊應該是等號 這邊應該是等號 但是呢 呃 事實上 因為我們是做特別的處理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反函數 因此這個兩個事實中間只有一個是對的 哪一個是對的 那我既然這樣講 就找哪一個是錯的就好了 好 上面這個事實是錯的 為什麼 就是說x等於2pi 2pi再進去等於0 orx等於0呢 不是2pi 因為你現在定義反三角函數的時候 角度只有從-2分子pi到2分子pi 所以如果2pi再進去以後呢 orx等於事實上會等於0 好 所以這不對 這4不對 所以我要你們記得的是 下面這個4是對的 好 它比較好用 那這些習題基本上都是在討論 像這類的 尤其是3.7 那下面有個例子 這例子相對來講其實是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就不談了 這例子我應該要改寫 因為它只是很簡單的問說 它在一個很簡單的程度問你說 Oxide比如說1 2分之1等於多少 那這個因為都是正常的取值的範圍 所以應該都很容易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剛剛問的 例3.6的第三個就是我剛剛問的 這個 好 這樣 所以讓我們翻回到18頁 那18頁我要請你們自己去研究 關於剩下的4個反三角函數 然後利用我在禮拜二所講的基本的 定義反三角函數的規則 就是那個想法 那你很容易就可以確定說 其實它應該就是長下面這個樣子 那我再一次強調 反三角函數的這個取法是個約定 所以不見得每一本書一樣 我就看過維基分書 在我忘掉 可能是arc cosec或arc sec 它會取不同的東西 那它也有它的不是很有道理的道理這樣子 所以但是我們在這個書的約定就是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仔細的看一下這些圖 然後不要搞錯 然後Ct3.8呢 它是講 就跟sin cos這一對一樣 tangent跟cotangent 因為也是互為與角 所以加起來是2分之π arc sec跟cosec 它們也是互為與與角 所以加起來是2分之π 那這些習體裡面 你要注意的都是 在不正常的角範圍 就是說這些問題都有它簡單的那個成分 簡單的成分就是正常角的範圍 從0到2分之π 但是剩下的部分呢 你都要去稍微想一下 要回到三角函數的定義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今天主要在最開頭要先來談一個 在維基分裡面一個基本的事情 但這個在高中的時候你們不會去問 就是 我看一下 課本上是先寫 先寫cos 好 問這是什麼 好 我如果給你一個x 然後你取它的反正弦 然後再取它的cos 然後看看是多少 那你如果一直堅持 這些東西都應該要有計算的公式的話 那就沒責 我上次已經說過 Oxine cos這些東西都是 你以前都是只能插表 或者只能記特別角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東西要怎麼處理 那理解這個東西呢 你要回到反三角數本來的意思 那回到那個意思 你會覺得這比較有希望 反三角數就是什麼 我上次講過 這就是角度 我給你一個某一個值 這個值在-1跟1之間 然後你問 什麼樣的角取值會得到x 那因為這是一個角度 所以這個角度呢 你現在在做cos 這就有道理了 這跟你連續取什麼sine sin x 那其實沒什麼道理 但是這個取法是有道理 因為這是一個角 所以你現在在取正弦是有道理的 好 那通常做這個問題呢 通常大概分兩個部分 有一個部分我希望你一定要會 結果這部分你不會 我會覺得很奇怪這樣子 在我講完怎麼去做這個問題之後 那另外那個部分就牽涉到 你對廣義角理解多少 所以我們先來看這個你應該會的部分 所以我給你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呢 假設這個角就是我的ar sin x 那這個意思就是這一段是x 這個是1 我上次畫過一次 就是如果這個角是ar sin x的話 那就表示它的這個骨 除以這個斜邊呢 是等於x 所以我就取一個最容易寫的 寫成這個樣子 那這邊一來呢 我現在問這個角的cos 其實就很容易了 因為這是閉事定理對不對 所以這個算一下 是根號1-x平方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得到cos ar sin x 等於根號1-x平方 好 所以這樣講其實也沒多困難 其實還滿簡單的 好 這個只剩下一個問題 就是 我現在取的是正長角 正長角我現在畫成這樣 所以這部分誰都會做 這是我剛剛講的 這部分你應該要會做 在我講完像這樣子的想法之後 基本上你是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做一個閉事定理 事情就結束了 這樣子 但是呢 你記得這個ar sin 當x小於0的時候 當x小於0的時候 這個ar sin x呢 事實上是在 是落在 好不好 不要寫 盡量不用區間 把0寫進來 好 在這個裡面 OK 所以它是負的角 那負的角的話 你就得要回到廣義角 你要回去回想 當你的角是負的 或者在其他的向線 除了第一向線之外 剩下三個向線你要怎麼定 只要這個你很熟 這個完全沒問題 只要你不熟 你就回去複習什麼叫廣義角 好不好 這個工作一定要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如果x是在這個範圍 如果它小於0的話 那從這個ar sin的定義 你知道它這個角度呢 是在這裡 它是負的 從0到負二分之π 所以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ar sinx 所以這個直角三角形 要用直角坐標 寫成這樣 這是直角 這樣子 好啦 那再過來呢 用類似這個的想法去做 所以這個一樣嘛 ar sin 你現在要求sin 所以就是這一段除以這一段 所以就是x除以1 這樣子 那x是負的 這沒有問題 因為在廣義角取三角函數的時候 這個其實就是要負的 因為它就用坐標來看 所以這個x是負的是對的 這沒有什麼不對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就變成根號1-x平方 OK 一樣 然後這一段的 因為是在這裡 所以它的這個取的是取正的 所以這沒有問題 根號1-x平方 所以即使在這個情況 你也得到r cos 好 所以你就得到完整的等式 就是不管這個x的取值到底是負還是正 短正就是這個結果 OK 那完全一樣的想法呢 也可以讓你回答這個問題 這其實也是對的 而且做法完全一樣 那在這個例子的後面 我寫了一些用別的方法來想這個問題 有好幾種想法 譬如說你可以用合角公式 就是用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用這個方法 其實我應該用 好 這是中間一個 那因為上一次我們講過 這是2分4π 所以這等於1 然後這個地方 用合角公式去做 那這裡面會出現 我試著寫寫看好了 其實我本來沒有要寫 你不要看到這麼多東西放在這邊 眼睛就花了 反正你記得這就是角度 這種東西都是角度 所以就跟你平常寫 這個三角等式的時候是一樣 但這公式你如果不會 那就算了 至少在這個題目裡面 其實你有別的方法可以做 那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看 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就是x 這個也是x 那我們剛剛已經做出一個 這個是根號1-x平方 然後這個是問號 這樣 所以這個等於1 因此這個問號等於1-xx 1-x平方 除以根號1-x平方 所以你就得到這個結果 這樣 好 這是一個做法 那席題裡面呢 還有一個做法 是用另外一個三角橫等式 就是用3平方加上cos平方等於1 你也可以做 好 那個我就不講了 這是留給你們當席題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比較難的 所以我們來看習題 我們看習題3.10的第六題 那這裡面我要做的是tangent arch second x 那各位先看一下181裡面 arch second的定義 因為是second的關係 所以你取值的時候 second的取值呢 要嘛大於等於1 要嘛小於等於-1 因為這是因為 它是cos的倒數的關係 然後它取值的範圍是從0到pi 但是要把2分之pi扣掉 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基本上是屬於0到pi的 這個情況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記得有一個是簡單的 簡單你一定要會 譬如說小考的時候 我如果考這一題 簡單的部分佔一般分數 複雜的部分佔一般分數 就是這樣 假設是second arch second x 那這個角度呢 它的second要等於x 所以是什麼 所以倒過來 這是x這是1對不對 因為second是這個除以這個嘛 所以這個是x這是1 然後你現在要求tangent 所以你現在先用必式定理算一下 這是x平方減掉1開根號 所以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tangent second 好這等於x平方減1這樣 這部分不困難嘛 就是當你很清楚的搞 就是很清楚這個反三小的意思之後 其實這個是不會難的 這部分是比較簡單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那個另外那部分 稍微難一點的部分 你先記得當x呢 是在另外一個範圍 就是在x是負的時候 x小於等於負1的時候 它取值呢是在 從2分之π到π 所以從廣義角來講 它取的範圍是這個範圍 就是記得這個是 因為它是大於2分之π 然後小於等於π 聚焦在這裡 然後呢你記得 廣義角取三角函數 你要這樣取直角 然後再過來看起來跟剛剛這個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1x 這樣子second就可以算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邊就變成根號x平方減1 所以tangent這個一除 就變成根號x平方減1 那不是都一樣嗎 這個對不對 這是錯的 看到錯在哪裡嗎 這地方是錯的 就是這個地方如果真的要寫 其實你要寫成這樣 要加負號 因為這樣子你才滿足你廣義角的約定 因為這段要是負的 這段必須用坐標值 坐標值現在是x是負的部分 所以這邊要取負1 那因為你這邊取負1 所以這邊要取負x 因為你這樣除完之後 才會是second等於x 所以你這個一定要寫負x 然後你擔心這個負x會有問題 但是你記得x本身是負的 在我們現在討論這個範圍裡面 x小於等於負1 所以你現在乘上負號剛好是正的 所以這跟我們取廣義角的時候一樣 你記得這個斜邊的部分一定要是正的 它的兩骨部分可正可負 但是斜邊一定是正的 好啦 所以你寫成這樣 其實這樣寫才是對的 但是因為你這樣寫呢 所以這個地方 這部分當然還是對 這根號x平方-1 因為這個是正的坐標 這部分沒有問題 但是這樣tany就不一樣了 所以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這個其實是負的 因為它是這段除以這段 所以是負的 好啦 那這才是對 那我相信只要你們對廣義角 稍微複習一下 做這部分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是屬於第一章裡面 跟高中就是稍微比高中多一點的東西 而且這件事情後面會用到